侯友宜身穿西装 挥手走进会场 5号出席国际青年商会 举办的旧创业论坛 活动吸引超过千人报名 一改过去的严肃形象 侯友宜在台上侃侃而谈 和青年拉近距离 努力地来跟青年朋友站在一起 让大成小国 变成青年朋友的棋席战 大成小国青年棋席战 打下台湾最先进的都会 在新北市市政成果 市民有目共睹 在青年政策上 他也分享和年轻人互动 理解到教育 生育 托育等问题 未来将会朝这些面向持续努力 我一定有能力来面对两岸关系 让他肯定下来 这也是我们国民党最大 跟两岸之间的沟通 能够取得父亲的支持 尤其我们现在的维持 已经是冰凶战美线了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 绿白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柯文哲也出席另一场青年影响力论坛 在这之前 柯文哲先打绿提出的百万户住宅政策 我跟妳讲 这个不用在乎口号了 柯文哲重点放在青年关心的议题 包括低薪高房价 民进党赖清德则是提出 国家希望工程政策 蓝绿白三位候选人同场论坛 要抢年轻人选票 虽然没有正面交锋 但还是少不了隔空较劲的味道 欢迎新闻成员 林柏安但却还在桃园采访报导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 还有一把抓